先一開始我們先把時間快轉一下 先看到11月 為什麼要看到11月呢 因為11月很有可能會有拜習會 在舊金山登場 因為現在中美兩強之間 已經開始慢慢的散發出一種 友好的味道 到底是不是雙方 都已經在為見面鋪墊呢 我們從幾個現象 帶大家一起來分析 一起來看 第一個要看到的是 美國白宮宣布官顧問Sullivan 將會在星期五的時候 會見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 這是第一個訊息 而在中方方面呢 習近平在北京接近了加州的州長 他在沾見加州州長紐森的時候 就透露說 他其實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是去加州的舊金山 而接下來拜習會很有可能 就在舊金山來登場 跟大家見面 我38年前是第一次去美國 第一站就是到加州 就是到舊金山 習近平難得語帶輕鬆 公開回憶他的初次加州行 友好來訪的加州州長 加州州長紐森正在訪問中國大陸 屬於歷屆州長 為了氣候變遷的例行公事 但是這次北京對紐森意外的安排 多名領導人會晤 尤其習近平親自接見 與近來美中緊張關係 形成鮮明對比 拜登中美關係啊 需要這個各層面的努力 見到你啊 我說第四句 就是活力在地方 習近平釋出友好氛圍 而中國大陸外長王毅也在場 他26號啟程訪美 預計會見白宮高層 為習近平鋪牌11月APEC 再次訪問加州舊金山 跟拜登見面 我們可以在各個方面 做努力去推動 中美關係的發展 營造中美關係的一個好的氛圍 但是日前美國提出 最新的中國軍力報告 指出北京有超過500枚 可作戰核彈頭 而且2030之前 將超過1000枚 並關切北京對台灣施壓 罔顧事實 胡編亂造 運用似是而非的話術 歪曲解讀中國國防政策 和軍事戰略 渲染炒作 並不存在的中國軍事威脅 北京批評這份軍力報告 是反華報告 但中南海高層的主基調 還是得維持跟美國友好 TVBH 我們是長陳永文綜合報導 好我們的網友Bob就說了 是雨點鈴 1800 雨點鈴 好像聽起來也蠻合理的 不過這是期間限定 因為我幫忙代班 就是代班 這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Ashley後援說是蠻多人的 因為我們很希望有更多的新聞同好 一起來加入我們的直播時段 Y-Lin 就說為了看治癒而來的 非常謝謝你 那我們要持續來看到的 還是我們說的習近平 接下來要面對到什麼樣的難關呢 包括外交 包括內政 其實對他來說挑戰都非常大 我們就來看到這張圖卡 習近平的權力之謎 到底有哪些要特別需要關注呢 第一個還是跟鄰國的衝突 像是我們知道中國大陸 印度本身有些邊界上的糾紛 還有強權摩擦 中美兩強之間 其實在過去 包括是貿易戰 還有一些晶片戰 都是不斷的在對抗當中 經濟疲軟 這是在近一年大家不斷提到的問題 因為原本大家以為疫情結束之後 雙方可能尤其在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有可能毀征 但沒有想到 馬上面臨到是人口老化 青年失業 還有房產崩潰 種種的原因 都讓他們的人民相當的不滿 再加上大家會比較擔心的是共產黨 他的領導階層 是不是頻頻的換兵換將呢 除了我們提到的秦剛 還有李尚福之外 最新傳出的消息 李尚福原本要預定出席的是 大陸第十屆的香山論壇 這個論壇呢 在今年的10月29號到10月31號 就要在北京召開了 按照往例 通常是國防部長 有一個專題演講 要跟大家見面了 但是現在 李尚福會換掉了 還沒有替代人權 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 可怕等到29號 大家才知道了 大陸國防部在部長玄缺的情況下 26號舉行例行記者會 人大常委會週二免缺了李尚福 將軍的職務 但沒有委任接替他的人 請問不委任新防長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防長 對於國防部或軍隊有影響嗎 關於你關注的這個 新任防長的問題 我建議你關注 權威信息的發布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僭 僅用一句話回應路透提問 大陸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人事調動問題 至於29號就要啟動的香山論壇 能不能如往年一樣 看到國防部長 大陸國防部這樣說 關於香山論壇的有關安排 我們也會隨著這個論壇的進展 事實的發布信息 大陸國防部26號的例行記者會上 是詳細的介紹 有超過90個國家代表團 會參加29號啟動的香山論壇 並且提到會有中央軍委的領導 和有關國家進行雙邊會見 但並沒有說明大陸國防部長 會不會出席 按照網例 大陸國防部長通常會在香山論壇 發表主題演講 並會見來訪的代表團 論壇倒數 防長位置還空著 引發各方議論 還有學者評論 大陸防長不像美國 是在軍事握有實權 比較多是外交角色 因此防長空著 不會對大陸整體戰力造成影響 但解放軍領導層的動盪與不安 可能會導致大陸在包括台灣 南海 東海等熱點問題出現誤判 TVBS新聞程序 林明珍 北京採訪報導 接下來就進到了China觀察的單元了 邀請到是大陸組的資深記者韻文 韻文哈囉 志玉好 大家好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聊什麼 第一個我蠻好奇的是 在今天早上的11點14分的時候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14分 神舟17號正式的發射 而且還是成功的發射 這一次它的發射任務有什麼特別的嗎 好的 據我們看到 這是中國的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太空的發展 他們又再度發射這個載人的火箭 送人上太空了 那這次呢是叫做神舟17號的任務 我們來看到這地方呢 就是位在甘肅的這個九泉的發射場 這地方其實很少人能夠有去過 其實很難得一個地方 今年有部分的臺妹有受邀到現場去採訪這次的發射任務 我們就來看到剛剛提到說 今天整個行程呢 在8點20分的時候呢 是有進行一個神舟17號的出征儀式 然後這三名的太空人呢 就到這個發射地點去集合 來個出征的一個象徵 然後在11點13分的59秒就開始點火升空了 然後在14分的時候呢正式的發射 很快的在11點半11點30分左右 他們就宣布說這次的發射是圓滿成功 但是應該也是預料之內啦 就是說這個載人的飛船太空船呢 跟著火箭是成功的分離開來 而且這個進入回到之後呢 太空人的狀況都非常的良好 你看到這張照片就自裡頭的太空人的 這樣的樣子 其實整個狀況是漂浮在一個無中心狀態之下 這狀況是很OK的 那這次不同是說呢 他們創始一個平均年紀最年輕的一次的 任務的太空人的小組合 因為呢這次有首次出現是90後 就是不到35歲的太空人 分別是這個江興林只有34歲 以及唐聖傑是33歲 是非常年輕的太空人 而當中那個指令長呢是這位 湯宏波他是48歲 很特別的是呢 他是曾經執行過這個神舟12號任務的 所以呢他是第一批 進到這個中國的太空站去的 一個太空人 而且時隔兩年之後 再執行第二次的 這樣的升空任務 堪稱是呢 最短的間隔時間的一個太空人了 那我們就看到呢 他是一個 見證到中國的航太的重要的 見證者一個蠻厲害的一個人 那再來是呢 他們這次會進行是 首次的這個艙外的維修的任務 這其實蠻具有挑戰跟危險性的 所以這是蠻大的一個重要的任務看點 那再看到是這次呢 特別是以老幹代新制的策略啦 然後呢 會迎接是神舟18號的來臨 來大家輪班換人這樣行刑的 所以就看到的是 其實這神舟系的發展 對於中國來說是突破美國的重要封鎖之一 沒有錯 其實這也彰顯了 其實中國大陸接下來 他們想要打造的 當然是一個太空強權的形象 但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地域的話 以前我們都知道這是長江這是黃河 但現在發現說我現在研究 其實黃河的前世今生竟然被解謎 他到底是怎麼樣解謎 難道是算命嗎 這是用科學方式來解謎 我覺得是蠻有趣 而且蠻難的蠻考古的方式的議題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黃河之水天上來 這個滾滾黃河 非常壯觀的景象 只不過呢 有被認為到說其實古黃河呢 它是從這個寶基峽 西的寶基峽貫通的三門峽之後 東流入海的 但是現代的黃河 是從六盤山起向北流 經賀蘭山呢 過這個殷山河套 在呂良以西向南 在折返之後 經三門峽東流入海 所以看到嗎 古代跟現代的中游這一段是 路徑是有所變化的 那為什麼其實眾說紛紛啦 我們就來看到是中國的團隊 就是透過研究之後呢 也發表了一個問文期刊 在這個地球與行星的這個科學快報 這是個國際級的期刊 他們透過是地下水的 這個精細的定年測定說 這個現代的黃河水呢 它其實是透過了就是說 這個水系的格局啊 形成的是在就是蠻久之前的是 125萬年前 這個是蠻讓人我覺得還蠻震驚的一個 很久遠的一個年代啦 那是為什麼來測定呢 就透過幾個方法 就透過是這個81K2以及36CI 以及這個ATTA這幾種方法 綜合起來測定的方式的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喔 所謂的81K2 它其實是一個惰性的氣體 所以呢它其實呢 它的定年範圍是在130萬年之內 它整個化學的性質是很穩定的之下呢 可以透過是比較風度低 然後應用受限情形 來做相關的定年的這樣定測 那再看到的是它的36CI這個定年的方式呢 它其實是比較有變硬的影響之下 所以呢它的定年的精準度是比較低的 而且呢它地下水的應用也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要配合的是這個量子的方式 就是ATTA 它的量子測量技術之後呢 來測定到說 整個黃河的地下水流系統呢 其實就是在110年到130年之間 就已經有所可以形成了 我只能說 完全是一個 你今天好像在跟我解釋一個新的論文 我真的是只能給你一個掌聲 我也覺得我今天從文祖生變成是李祖生 對我想要跟你聊一點輕鬆的 今年過年喔 其實我們記者排修 都其實有一些彈性在 看你想要修前面修中間修後面 你喜歡修過年前過年中還是過年後 我喜歡修過年後 過年後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上班了 我可以說叫就很爽 所以你喜歡就是別人上班你休假 這種快感 那如果除夕沒有辦法修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台北人 所以我會上班之後 回家吃明天飯就沒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上白天 然後除夕回家吃飯 對可是其實很多人 尤其像我們這種中南部的小孩 我新竹人 然後現在住在苗裡 如果除夕沒有辦法回家吃飯 我會覺得很矮油 會覺得有一點失落的感覺 棒棒會生氣吧 尤其在中國大陸 你要這個移動 你要回家 就要花一個更長的時間 而且今年我們來看到這則新聞 就是他們在年假的排法 講好聽一點說9天 但是除夕不能修 當然很多的中國大陸的網友 民眾都沒有辦法接受 中國大陸國務院宣布明年度假期 調休方案 春節從2月10號大年初一 放到2月17號連休8天 還可以走走親戚啦 看看父母啦 挺好的 可能會出國呀 或者是計畫一個更長的旅行 陸媒逢了民眾已經迫不及待 規劃假期 但是中國大陸這次春節假期 竟然首次不包括除夕這天 引發議論 通知海首次提到 鼓勵各單位結合待新年休假等制度落實 安排職工在除夕休息 因此明年的春節最常可以放到9天 官方稱這是新年第一份大禮包 可以成為史上最長的春節假期 但是民間反應大不同 今年除夕不放假一時間衝上熱搜 網友們吐槽表示 除夕居然不放假了 是打算讓大家在辦公室包餃子嗎 也有部分網友表示 這一安排沒有考慮外地工作的人 大年初一才能回家 家離得遠的可能還不一定能趕回家 不僅除夕不見得能放假 春節8天連假的前後 還得因為調休補班連上6天班 北京官方希望推動落實有薪年假 但是從輿論欺詐反應來看 可能跟打工人實際的勞動情況有落差 TVBS王秋棠成日文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